6月22日晚上 中欧领导人举行了一场视频会晤 中国元首姚格时空会见了新一届的欧盟领导人 中欧这次隔空的会见意义非同一般 因为这关乎到后疫情时代的中欧合作 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关系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中欧领导人的这次会晤 时间点是非常微妙的 一新一届的欧盟领导人是去年12月走马上了 1月下旬全球就开始爆发疫情 所以准确的说这是中欧领导人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会晤 是垫顶未来纪念中欧合作基调的一次重要会晤 这次会晤是发生在全球疫情不断的向众生发展 中国有效的控制疫情欧洲疫情形势缓解 各国谋求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 因此这次会晤对中欧开启 新的合作一页有指导性意义 3.这是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前夕 举行的一次重要会晤 为什么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前夕的 这次会晤这么重要呢 在我看来原因有两个 一是新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前德国的女房长 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盟友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 所以由默克尔的政治盟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显然更有利于德国推动其政治思想 去年7月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公布后 德国媒体就称之为这是默克尔的胜利 弘德莱恩之前在接受《世代周刊》采访时说 他的目标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洲 7月1日德国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很显然这个时候中欧领导人视频会晤 是一个特意的安排 为接下来积极地推动中欧合作做政治铺垫 而是默克尔把中国作为了德国的外交政策重点 5月27日他在参加一场基金会组织的 在线活动的讲话时表示 鉴于德国希望在轮值期间 带领欧洲实现进一步发展 使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基石 因此与中国的关系 将是德国在主席国任期内的外交政策重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默克尔要加大力度推进欧盟一体化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欧盟一体化进程受到了英国脱欧的严重干扰 最初德法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不希望英国脱欧 但英国坚持要脱 甚至想把脱欧的事一直的脱下去 这对欧盟发展非常不利 最后欧盟下定决心赶紧地将英国赶出去 但哪怕如此 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依然受到了打击 英国严重地脱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后退 现在英国已经协议脱欧 德国接下来会积极地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而为了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必须与中国合作 现在欧盟的情况不太理想 一方面之前被英国脱欧搞得筋疲力尽 另一方面与美国俄罗斯的关系都不太好 尤其是美国古日里反对欧盟一体化 这都给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欧盟要实现一体化 除了内部需要力顺外 外交方面也需要突破 盘算来盘算去 只有中国是真心地支持欧盟一体化的国家 其实欧盟一体化与世界多极化 对欧盟来说是一比两面 在这个战略利益翻识 中欧利益完全一致 上欧盟应该充分地利用中欧矛盾获利 而非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特朗普2017年上任之初 默克尔一度地希望在政治上获得特朗普的支持 不止默克尔不惜显得有些抑上下势 局面一度很尴尬 然而当默克尔对特朗普抱一笑脸之时 特朗普给的都是一门跟默克尔为了讨好美国 曾经一度地恶化了中德之间的关系 经过两年的折腾 默克尔也明白了 特朗普不可靠 这才回过头重新地调整外交政策 中德关系才重新地恢复正常 过去一两年的时间 默克尔对发展与中国关系都非常积极 默克尔之所以把中国作为 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外交重点 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发生的 说白了 德国不想再被美国牵着鼻着走 而欧盟应该在中美战略矛盾 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一点 而非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断地在国际社会边流化 坦率说老欧洲醒的还是有点慢 因为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就开打了 现在算来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如果欧洲从开始就能够搞清楚定位 即使与中国开启新的合作 欧盟不会这么被动 两年多时间注意重新地定位欧洲 驳回主动权 当然 欧洲当时受制于多方面的问题 一 是英国脱欧持续地折磨欧盟 二 是欧盟自己也不知道面对美国的打压 中国到底是怎样的表现 这是对中国缺乏了解所致 三 是欧盟在2019年面临缓解 内部的博弈也比较激烈 是 是美国一直用打压欧洲贸易的方式 哄合欧洲 欧洲如果选择深化与中国合作 就将面临来自美国的贸易战 这些问题都让欧洲泛满了与中国的合作步调 不过 2019年3月 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了 意大利和法国等国 使得中欧合作有了新的突破 尤其是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以及法国决定在中欧的一带一路合作中扮演乔链角色 中法举办了中法全球治理论坛 开启了中法全球治理合作的新篇章 这都刺激了中欧合作的突破 也刺激了德国与中国合作步伐的加快 所以 现在欧盟决定与中国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 这也是一个瓜熟滴落的过程 这是老欧洲的特点 否则 也就不会在过去十年不断地被边缘化了 我们尤其应该看到的是 面对这次全球性的重大疫情 中国是应对最为成功的国家 正是中国的应对成功 给了欧洲应对疫情提供了模板和支持 参与了现在欧盟疫情的相对可控 相比中国 美国的疫情可至今依然是非常严重 美国应对疫情完全可以用不及格来形容 中美贸易战打个平手 同样 面对疫情 中国应对完胜美国应对 这些都刺激了欧盟 让欧盟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在我 欧盟至少认识到了三重战略性意义 一 欧盟要加速推动一体化 必须有中国的支持才能够更高效 在过去的十年间 在大国博弈中欧盟掉队了 过去 欧盟是全球大国博弈四番中的一番 但现在 大家更加习惯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三番 欧盟已经因为自身的问题 在全球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欧盟如果想重新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必须加快的推进一体化进程 现在 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未恢复正常 而美国并不支持欧盟一体化 在这种情况下 与中国的合作就凸显出了重要性 就外交而言 欧盟只有与中国合作才能够加速欧盟一体化进程 因为只有中国是真心的支持欧盟一体化的 中欧客观上不存在战略利益冲突 共同利益永远的大于分歧 只需要欧盟摆正自己的位置即可 客观说 欧盟在这方面有些后知后觉 对美国抱有的幻想太多 受自身意识形态影响太大 这大大地伤害了欧洲的自身利益 二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因疫情加速重铸 中国的路线符合欧盟利益 这是全球的疫情影响这么大 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欧盟也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疫情将加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铸 如果欧盟错过了这次机会 那么接下来只能够更被边缘化 欧盟要想在重组中获得更好的位置 和谁合作符合趋势 毫无疑问是中国路线 中国主张全球合作抗议 包括世卫组织联合国在内的 国际组织的作用 推动全球智力的现代化 推动合作共赢 人类共同应对挑战 很显然 中国路线是符合全球各国利益的 因为这样各国才能够发展好经济 美国则相反 美国为了打压中国 无所不愿其极 不惜损人不利己 甚至损人不利整个人类 在这种情况下 很显然欧盟与中国站在一起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欧盟在对待世卫组织的态度 对待中国的态度方面与美国完全不同 欧盟加入到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思路中来 对欧盟有百利而无一害 上欧盟对外经济合作的未来在中国而非美国 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创 中国虽然受疫情影响也不小 但由于疫情控制的好 整体可控 相比中国 美国至今依然现在疫情不能支把 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想办法 未来全球市场最有潜力的地方是哪 无疑是中国 虽然美国依然对欧洲很重要 但美国的局面决定了 它不再是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尤其是在特朗普有万连任的情况下 欧洲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是相对较为绝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 大力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符合欧盟的利益 这边中欧刚刚开始了更高层面的合作 美国就不高兴了 据彭博社6月24日报道 美国政府正考虑对来自法国 德国 西班牙和英国的31亿美元的出货物加征关税 23日晚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 列出了可能被征收关税的欧洲商品 这份清单涵盖了30类产品 加征的关税最高可达100% 公告还列出了为期一个月的公众意见征询期 截止日期为7月26日 看到没有 这就是美国 这和美国 欧盟刚刚有点自己的组建 美国的贸易大板就会舞起来了 给的这个所谓的公众意见征询期 不过是给欧盟的反尸期 如果欧盟立刻的调整对中国的态度 美国就会把贸易大板给收回去 反之 就可能和欧盟打起贸易战 欧盟这一次是否有决心顶住美国的压力 对于德国接下来推动的战略计划意义重大 我们且看欧盟接下来怎么做 而这主要是看德国和法国 尤其是默克尔的态度和意志 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欧洲的未来 默克尔加油中国支持你